叫这个叫鸡就俗称叫这个性工作者 而且呢他要玩三批还是四批 就玩的时候被抓被抓获 什么人都有 不过你刚才讲到儿童教育 我记得一个广告最近前一阵不是很红吗 你记得吧 他们说这个广告实际上就大人看过去 哦对 是一个普通的画面对吧 是一个人 但是站在小孩的角度看 就可以看到危险跟警告 对 就是说它是运用视觉的这个 这个身高视觉的一个差距 是不是 我记得我小时候啊 我们那那个胡同里啊 有这个老太太啊 老太太特别喜欢这个玩儿 这个小男孩的小鸡鸡 你说这是一种什么呢 这个是就有个小男孩过来 这老太太 他就小鸡鸡 那你说这算生之崇拜 老太太生之崇拜 越没什么越崇拜什么 这个好像是个中国传统啊 是啊 这是个中国传统 小鸡鸡啊就是 他其实是善意的 你不能说他就玩弄他 这不叫尾欠儿童 今天的概念说这个是尾欠儿童 所以这里面呢 也有很多很尴尬的地方 有一些最激进的女权主义者 最激进的研究性问题方面 很激进的学者 他们会认为 我们常常讲 骚扰 性骚扰儿童啊 是一种对儿童的性自主的侮辱 他们会认为 卵童不是一个问题 只要那个儿童也志愿的话 真的有这一套说法了 台湾就有几个学者主张这个嘛 那这个说法里面呢 他们也 当然我们听起来非常荒谬 小孩也有性的这个权利 对 我们也觉得很荒谬啊 这个家伙 但是问题是 他举出了很多历史上 文化上的东西呢 的确是非常暧昧的 就像你刚才举那个例子 就他们常常举说 像这种案件 这种事 他其实不是那么的性 他是围绕着性 但是又跟我们觉得 那种性骚扰不一样 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就我们人类生活 太多这种很暧昧的东西 你怎么去归类呢 你比如说 他们这些学者 应该是看过金平梅的 就是金平梅里 一些小书童 那可是儿童 但是你看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里 那应该也是真的 就是这种 这种园外家的 这种生活方式 他就是自然主义的描写 当时的这个社会舆论 好像不会有很大的罪责感 说一个小书童跟园外 弄了这么一下 就会 《红楼梦》里边也有 《红楼梦》里边也有 那你说贾宝玉和秦忠 这都是小孩嘛 对吧 那好像 这小孩搞小孩 是吗 没法说 强强三人行 我们告一之后见 你像最近那个南非 那个祖马 那个总统 你看一边乡 普京在离婚 是吧 一边乡 祖马 他在重婚 是吧 这祖马 前一阵不是开一国际会议 这西方记者就问他 说你觉得你这个多妻制 是 他好几个老婆嘛 是 说你多妻制是个不文明的制度吗 这是不是男女不平等啊 然后你看祖马 他就说 他说这说到底啊 是个民族文化的问题 他说这个 我认为问题就在于 有一些人 总是认为 自己的文化 比别人的文化 要优越 他说我可以一方面 恪守着男女平等的信念 但是另一方面呢 我又采取着我的这个多妻制 所以就有了那个著名的说法 那个记者就问他 说你觉得你对你这几个老婆 真的能够做到完全均等吗 祖马说完全均等 完全均等 难道 但我们也总不能说 那么看来我们中国这个 园外玩书童啊 小孩玩小孩家贾宝玉那种 就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文化 传统是个国情值得发扬 所以现在就大家都在发扬 不是 所以这个里边你看 他还谈到一种啊 有一些东西是有绝对标准的 但是连这个绝对标准啊 也是在历史当中 我们会看到它的演变 比如是在古希腊的时候 西方也没有这个年龄的标准 对吧 好像我甚至 十二三岁就可以了 现在像非洲是吧 就是有些九岁的女孩子 就来月经了 对慢慢 这可能很小就能生孩子 你看 它存在着一微小的差异 但是我们必须说啊 这不妨碍 看来世界上啊 是存在绝对的 主流的 你不能不认同的 这个文明标准 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 没办法 人类文明没办法 现在只能滑泄 你领导干部 这个怎么叫 七上八下 你这个少女做爱 十四岁 对啊 你看你十三岁十一个月你就犯法了 对啊 你十四岁过一个月 你说一个人差两个月 难道生性有这么大变化吗 你说实话 你两个人拿过来 一个十三岁的 一个十五岁的 可能那个十三岁比这个十五岁成熟的多 对不对 有可能 但是法律只能这样来滑泄 你否则怎么办 你如果每一个都case by case的话 那永远都滑泄 而且说实在的 真的就是说 别的事我挺能理解的 你比如同性恋啊 这个这个我都能 琢磨琢磨 都知道怎么舒服 你知道吗 但是我觉得鸾同这个事 我真不能理解 就说这是过什么瘾啊 我觉得这个真是很 没试过就没发现 变态 就是要知道离子的滋味 就要先变革离子 你在鼓励我什么 但这些也有些兴趣 我们必须承认 可能是我们这辈子都不会有的兴趣 但是我想讲的是 我刚刚说到有什么 你刚刚提到有什么 是绝对的 基本的 普遍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是权力 就是说你鸾同也好 或者怎么样也好 我同意有些学者 他们或许会有理由说 儿童跟性的关系 可以很复杂 不是我们原来说的那么简单 但是当他牵涉权力的时候 怎么办 就比如说像海南岛那个例子 就比如说牵涉到一个上级对下级 或者是体力也是个权力啊 你成年人你为什么 你比小孩更有力气 所以这里面牵涉就是 不是强奸 这个强制是关键 暴力 权力 诱惑 或者压迫 这些东西都是不好的 我觉得这些就是普遍的了 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些例子的时候 我其实看到了大部分 不只是他们怎么样侵犯 儿童怎么样跟他们发生性 所以重点在侵犯这两个字 所谓的侵犯 指的不只是跟儿童发生性关系 还包括他怎么样利用自己的位置 利用自己的优势 去逼迫对方做出自己不愿做的事 包括利用自己知识的优势 当然 儿童没有知情权 儿童不知道这个东西 你个成年人 你是知道这个东西的 那你就 红楼梦 对 看过金平没的 你们两者之间就是权力的这种侵犯 是吧 所以问题就来了 就现在我们看到大部分这些问题 在学校发生 就还是光过去的时候 我们讲那个老问题 就学校里面的权力是怎么回事 他权力怎么分布 为什么 过去我们是说这个学校的文化 变成什么样的文化 但其实我们还可以讨论一下 学校的权力分布是如何 校长的权力 是不是可以大到这个程度 老师在一个班级的权力 有没有得到制衡 就是他们的权力到底有多大 所以现在一到这事 就有人提出这种问题 就是说我们这些年 算不算是赢了经济 输了道德呢 这些道德的问题原来都在 不是这几年才发展出来的 我很不同意 就是把这个社会的一些道德的混乱 当然现在是有一些 更加腐化 那是只是因为现在条件纯属 他有这个潜意来做这个事情 但是之前很多事情都存在了 我们就讲那个时候 只是你不把它当作回事 很多人根本就惩罚不了 所以你看有件事也很有意思 你看中国历史的历代文人的记载 从孔子说李崩越坏开始 那真是没有一代人不说自己这个当代是道德败坏的 你注意到没有 任何时候的文员写下来 都是人心不古啊 人心我们比古代的道德差远了 所以要多多听听五讲四美办公室 他们总是说我们每年的精神文明建设都有进步 你这样听听你才有正能量吗 不然你这个蓝童多讲一讲 这劝什么来什么嘛 这也是一种能量 对啊 不过我是觉得只要 当今天我们老说我们的道德底线被突破 在崩溃 但是只要当有这么多人这么讲的时候 就表示其实他没有崩溃 真正的崩溃的意思是说 我们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了 还是崩溃 我最近看了那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